字幕提供 上次我們帶大家看 遇到一大群數字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出現 八卦的 集中量數嗎 在記它 集中量數 有記得這個名字 有記得 好 等一下我可以看到它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是形容資料 以善成錄嗎 就是最初剛開始 入門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這個凳呢 是統計錄 那我們就回過頭來去 想說 因為 統計其實在很多 凳很多人來講它是比較困難的 對 然後我想說如果我們今天從我 從自己出發 從自己的經驗出發 去看看統計跟我的關係 對 那之前因為我比較晚 給大家說話 那大家手上應該都有 今天的那個 那我簡單的介紹這幾個 第一個是 我今天看向過去 學習統計的經驗 那你只好看你 之前學習統計 讓我先問一下好了 有學過統計的同學請舉手 那沒關係 那你可以聽一下大家的經驗談好 OK 統計因為統計這個科目 很多學科都會使用到 所以其實學習的應該都還很重要 那就你之前學習統計的經驗 去想你最有印象的是什麼 你可以包含兩個其中的一部分 一個是說 你覺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什麼 或是他帶給你最多喜 喜事的部分是什麼 或者是說 當時你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那有什麼解決的方式 這個學習想一下 這是今天第一個題目 好 第二個題目 統計跟我們生活的關係 一談到統計 大家就會想到 民意調查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要 扣掉兩個東西 就是除了民意調查之外 還有你自己的學科 這一步不回答學科 所以不要從自己的民意調查 專業去 去 去 就是 好 可以 好 好 好 這一題就是 單純同意的生活經驗 可以去看 統計跟你有什麼關係 好 再來就是統計應用 就是你自己的學科 是什麼 那統計在你的學科 裡面翻譯什麼樣的角色 好 最後一題是 請寫下一段話 類似口號 這樣一段話 對統計跟你的關係下一個註解 那這個行 各位同學一定要做 就是要寫在上面 例如說 19世紀有個國會議員 國會議員 他說的這個明年 那邊有 世界上有三種謊言 謊言 聽大謊言 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教授 他說的 對啦 統計是說謊容易 但是沒有統計更容易說謊 對 類似這樣的一個 一個註解 好 那 先給大家一段時間 先想一想 然後把它寫下來 對 先寫自己的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簡單寫就好 對不對 然後在過程中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去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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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第一題如果沒有學習過的工具 就可以 打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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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請在右上角上一個音質 然後吸鎖 解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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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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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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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